小豬的好大條 小豬的好大條 小豬羅自祥以愛心大水的身分 出席公益518受暴婦又輔助計畫 募款開跑的計程會活動 呼籲家庭支柱 也就是哥哥爸爸們要站出來 一起加入反家暴行列 並且踴躍捐款 而從小在爸爸身教 嚴教下的小豬 早就學會好要保護家人 保護女友 因為本身我媽媽很兇 所以我媽媽會很自然的去尊重她 我爸爸都會告訴我說 你現在已經可以去認識女生去談戀愛了 那但是我希望 他可以告訴我說 我希望要告訴你一點就是 女人不是拿來分享 女人是拿來疼愛 我爸爸也告訴我說 女人是拿來疼愛 女人是拿來罵跟打喝 那是拿來消息 然後我爸爸跟我講完之後 我來看我爸的臉 怎麼會有傷 你知道嗎 我怕臉是被我媽媽打喝 所以我媽媽告訴你 女人是拿來疼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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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她的形象我還是要顧好 可是媽媽保護爸爸比較多 但是因為我們家的角色分辨非常特別 我媽媽就像爸爸 然後爸爸就像媽媽 對啊 所以我學習的是 媽媽保護爸爸的那一分 身強的心啊 不停抱羅爸料的小豬 總能用樂觀用愛的談話 透了現場哈哈笑 就連自己的臉書 也時不時要給大家驚喜 原來他是別有用心 怎麼驚喜怪怪 對 那是有趣的影片 逗大家開心 因為工作之餘壓力很大 偶像可以讓很多朋友們 回到家裡面 然後看到 不是嚇到 是會笑 會笑一下 然後就覺得 大家可以放鬆心情 去看一段影片這樣 因為我偶像是木村啊 然後就無聊 我們就說 那我們來玩一個這樣的影片這樣 然後就玩一個變聲變聲變聲 我覺得蠻好玩的 而且有很多的朋友們 就覺得 看到影片都覺得很開心 然後本來心情不好 人家看到這個影片 都笑出來 我也覺得 我也很開心 當結束在內地拍戲 四個月工作的小豬 本來就結了這樣一個 有意義的活動 希望大家能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 讓壽包富有 真正得到幫助喔 真正帥